我只是坐了一趟黑车 黑司机为了省高速费走小路 在隧道里遇见了时间折叠 出来时 外界已过了21年 曾经说好相伴一生的少年郎 就这样一夜之间 变成了事业有成的儒雅大叔 重组了家庭 结婚生子 续接上级 天哪 顾教授和一个年轻的小姑娘 在商场里卖卖卖 一路跟着付钱啊 小陈你是不是看错了 顾教授爱 万年单身奶爸泡小姑娘 骗你们干嘛 看头 天哪 顾教授泡妹子就是大方 埋这么多 年轻小姑娘是多大 看着好年轻 像大学生的样子 小群里聊得热火朝天 一个年轻女人 看着手机里的微信群聊 没说话 偷偷地把群里的照片下载 并把一些聊天记录截图 发给了另外一个微信号 明亮的办公室里 一个女人听到微信声响起 放下手中的文件 拿起手机点开 看了看图片上的内容 微微皱眉 打开顾持的照片 放大看着 照片上的顾持似乎在笑 是她从来没见过 从通讯录上找出顾持的号码 拨打了过去 与此同时 将倩熙玩一货手机 吃一下羊肉 忽然顾持的手机就响了 你的电话响了 怎么不接 其实她早就听到铃声了 只是光顾着涮肉 怕肉老了不好 喂 我今天没去实验室 新药的项目申保书 我已经整理得差不多了 这周可以给你 嗯 没问题的 无愿是说 可以给我们提供技术支持 江建西看似低头 把玩自己的手机 耳朵却仔细地听着 她的每一句话 不用 小孩子随便说说 哪里需要你特地送来 真不用 小泽晚上还要上辅导班 下课很晚了 我今天也有事 晚上还不知道几点到家呢 嗯 那明天实验时间 谁呀 同事 你同事大晚上到你家 去给你送东西 送什么呀 不是给我送 是给小泽送 小泽喜欢吃她做的泡椒凤杖 她今天正好做多了 才想给她送点的 别和我解释 用不着 你老不知道 你儿子喜欢吃别的女人 做的泡椒凤杖吗 看样子 你们经常见面啊 还带着儿子啊 年轻的时候看不出来啊 老了老了 花样挺多 江建西不知道 自己突然吃哪门子醋 她莫名觉得有点烦躁 烦躁自己不合时宜的生气 烦躁自己 为什么听到她喊儿子的名字 心会感觉那么痛 烦躁了 她不知道怎么面对眼前的固执 她想冲她发一顿邪火 问问她为什么 她只是赶时间坐了一趟黑车 她就成了别人的老公 别人的爹 她想质问她 哪里来的魅力 明明一个已婚男人 还有同事对她痴心妄想 我累了 想回家了 怎么就想回家了 菜都还没上进 没胃口 不想吃了 我可没生气 问得到我生气吗 她和别的女人 不经不处要生气 也是她老婆生气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过是一个 她已故的前妻而已 顾齿买完单追了出来 好巧不巧 将她的话 一字不漏地听进耳朵里 江倩熙 你走慢点 你放手 拉着我向什么话 万一让你老婆看见了 可说不清楚 希希 别乱跑 要回家的话 走这点 江倩熙听着她的软话 瞬间没脾气了 低下头道 对不起 我刚刚好像有点任性了 我只是太累了 你别介意 没什么 你还有什么想要买的吗 没有了 江倩熙只要一想到 这倒霉事 买什么都不开心 她现在只想回家 回到那个还能让她有点安全感的家 她想念她的爸妈 在这个世上 除了以前的顾齿 能百无禁忌地对她好的 只有她的爸妈 昨晚上顾齿回去以后 她把她那部古董手机里的通讯路上的电话挨个打个遍 只有一个同学的电话打通了 没人有她爸妈的消息 爸 妈 你们在哪 我怎么找不到你呢 第二天 顾齿过来拿起功能包时 江倩熙沉声问 顾齿 我爸妈呢 顾齿只见江倩熙脸色素目 颜色沉沉 似乎猜到什么的样子 全身紧绷着 像在防御 又像在进攻 好像她敢撒谎 她就立刻揭穿她一样 现在她知道自己没办法再瞒下去了 这个聪明的女人已经猜到了 她们已经去世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妈走得早 十五年前就走了 八五年前走的 怎么走的 生病去世的 还好她们的病都急 人没怎么受苦 可能更多的是想你吧 她们的后事 后事办的 后事都是我办的 很体面 你放心 谢谢 谢谢你 顾齿 说完 她转身 缓缓走回自己的房间 好像这样才能阻止自己 拖到顾齿怀里 大哭一场 她没有亲人了 一个亲人也没有了 真的 只剩下她一个人了 妈妈 妈妈 走无言 也许还没在想见 亲自然之后 请不吝点赞 bill